36比30 现在在比赛还有2分26秒的时候 悬念又回来了 两边都注意 你们的团队方规都已犯满 拉开 走下线 余达生 很想着利用掩护 找到侯子宇 侯子宇本场已经投中了四个三分球 五投四中 林副其实球场八倍进 看看侯子宇一对一 抢一个 这一下 没有人拿来管 展震阳拿到 看看中间 向子龙 看开向子龙 脚到王嘉宜 王嘉宜启动 2分 漂亮 大纵 我觉得他们故意放水 他们不动 他也不叫战区 三分位继续在追分 看看彭尘想要怎么应对 给到冯东阳 云开 云开 稍微打 还有一分40秒 比分就差4分 这次看看冯东阳的处理球 好的 这个节奏的停顿 漂亮 2加1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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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东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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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尘展10号 冯东阳 有一次加罚的机会 冯东阳 加罚中 现在比分39 比32 快 冯东阳 这一场都在跟余达生纠缠 这一场都在跟余达生纠缠 又一刀这球没有拿好 裁判判了 升球 来掌声给到两边倒地的球员 好 好 好 王金 敬严来发球 卢卡兴 看看这一次对抗之后的出手 又是冯东阳 这边领先的一方是要控制住时间的 10号 冯东阳 在今天这一场比赛的表现非常抢眼 看看这边找到自己队友里面开的掩护之后 节奏变化 给到余达生 余达生这球停球之后 后仰的出手没有 江子龙 3分 江子龙要怎么做 给到中间 看看刘宜涛 被转身过来 左手来打 打住 三十九比三十四 在比赛还剩四十秒的时间 两边相差五分 这边球一直交到 冯东阳的手上 上去换点 冯东阳 换换换点 让自己队友侯子龙过来掩护之后 换到刘宜涛来打 看看 小达大做了一个舵盖 然后左侧 这下没有打进 从边 不小心给到刘宜涛 大概这下有点犹豫 赶紧要出球 还有十八秒的时间 这一次漂亮黄金 再打中 三十九比三十六 但是时间 对于落后的一方来说 他们需要赶紧犯规来停表 而立先方则看能否通过罚球 获大比分的优势 激烈 而这边 红冯东阳来执行罚球 第一番没有命中 把球投进了 小达 我掌声鼓励一下红冯阳 看看他的第二罚 没有罚中 两罚都没进 出界 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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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在这 你站这一侧 我站这一侧 你来发球 接出来以后 直接一个下眼货 一个单眼货上来投三分 没有 你注意留底线 两个中锋给你一个双眼货 这里投三分 好不好 没有时间了 投三分 一定要打三分 听我说 33号上来打打柴的时候 抱住他 犯规让他去发球 行不行点 33号 33号上来打打柴的时候 抱他犯规 不要记住犯规 你就一直推他 一直推他 推他 来吧 各位 为两队加油 十三点八秒 我们会迎来 场上比赛 结局的改变吗 这边发球 向子龙拿到 来看向子龙 找到 这支队友王嘉宜 这支球被拿好 失误了 而这边回来 犯规 我的天哪 这边对于三分位来说 这是最不想看到的画面 但是我们还是给三分位一点掌声 鼓励他们 二日鹏产产这边 蒋正阳 要来发球 稳稳发中 现在给胜利 已经关上了第一道门 两把纯净 四十一比三十六 看看三二一 出手 比赛结束 让我们恭喜同单赛 四十一比三十六 拿下比赛 阿曼也是获得了三进二的 赛段的第一名 我最后没有叫战亭 我也没有换替补球员也好 我就是想把这场比赛 让他们完完整整的打完 让你在比赛当中 自己去总结 自己去调整 这样的话 大家也许看问题 会看得更加的透彻 哇 恭喜 再次恭喜 彭闪闪战队 是 又一次获得了 我们的比赛的胜利 那么 王世鹏教练的战队 就已经率先地拿到了 我们本场新列赛的第一名 我们先问一下经理人 邓伦 你有什么样的感想 首先 恭喜王志导的这个 彭闪闪 我觉得王志导 真的是老谋深算 老谋深算 换了一套阵容 一样赢球 我觉得一切 都在他的这个 掌握之中 刚才这个到最后的时候 朱总这个队 一直在追分的时候 我跟伦哥在下边 一直看王志导 王志导气定身先 在这坐着 也不换人 也不寒暂停了 什么也不管了 打吧 觉得甭管怎么追 这球我们还是能赢 所以我觉得 可能也是王志导的这种气势 给到了队员们 所以今天彭闪闪队的所有球员 表现得都很好 然后朱总这一队呢 其实还是有点可惜的 我觉得有很多的球 在我看来出手都不够坚决 对自己好像都没有太大的自信心一样 在最后追分的那个时候 其实 其实也就剩十几秒了 应该也就出手了 出手才有机会嘛 那再穿球可能就会出现失误嘛 所以我觉得有点可惜吧 谢谢经理人 哎呀王志导 连续两套阵容 拿到了两场比赛的胜利 您是怎么做到的 请问 这场比赛 我觉得我们没有特殊的一个布置 关键是我们球员 我觉得比绿队好的一块 就是他们机器性比较好 所有的队员 都是打得非常拼 我觉得这一块是我们占优的 另外一块就是 我为了让我们队的球员 能够多传球 分享球 多一手球的原则 我们今天比赛有这个助攻奖 结果这帮孩子谁也不投篮的 都传球了 我给你解释一下 就是助攻嘛 就是如果说你球传到队友手中 队友得分 算给你可能会发红包 就是这样 所以真的是 其实挺多心计的 老谋深算 这个绝对担得上 我们来看看朱总这边 对于刚刚这场比赛怎么看 我觉得我们的 很多球都很可惜 就是那种 大家看的就是可以直接得分的 可以简单得分的 但是我们就是没有打进 然后包括三分球 在外线的这个命中率很低 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就进了一个 那么我觉得在防守这一方面 我赛前我一再强调 就是篮板球 漏了很多就是冲抢篮板球 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你没有篮板球 你就没有进攻次数 你就没有反击 这也是我们就是很被动的 一个关键的一点 谢谢 谢谢朱总 我们来看看郭艾伦指导 怎么看刚刚这场比赛 因为马上我们的三分V 也是您下一场的对手了 没啥好说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赛事到这个时候 就是我们和朱古恶的队拼到 谁输谁回家 然后我觉得这样挺刺激的 那生死战我觉得大家都会全力以赴 然后奉献一场非常精彩的对决吧 谢谢 谢谢朱总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这一场 就是我们的生死战了 是郭艾伦指导的 黄金迷你小车轮 是的 要迎战的是朱芳宇指导的三分V战队 我们下场比赛见 谢谢朱总